美国在中东地区与伊朗冲突不断加剧的同时 又宣布要制裁俄罗斯 美国与各方的关系都急转直下 近日又有消息爆出 美国军机来中国南部海域挑逝 据美媒有现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10日 记者跟随一架美军P-8A海神返潜侦察机 从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出发 飞往中国南部海域上空 该侦察机穿越了 中国在南沙建有防御工制的四处岛礁 并在一处岛礁上空侦察到 中国包括海警船在内的86艘船只 报道称 在其飞行过程中 曾收到六次中国军队的强硬警告 被告知已进入中国重要空域 请立即离开 美方军机一如既往的狡辩 自己是不受他国管辖的美国军机 正在进行合法的军事行动 但在我军强硬立场下 该军机随即撤离 之前有媒体评价美国是个打火机 哪里和平就点哪里 这句话不是完全没道理的 在中东地区 美海军第六舰队及其航母战斗群 已逼近霍尔木兹海峡 与伊朗形成对峙 战争一触即发 在国际上 美国已今年三月份 在英国发生的俄罗斯前特工中毒案为借口 强硬宣布要制裁俄罗斯 这使得双方本就不断恶化的关系雪上加霜 现在在我南部海域 美国军机再来挑逝 意图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加剧紧张气氛 真可谓是处心机率 有专家分析 在中国与东盟十国磋商该地区 行为准则取得重大进展时 美国军机选择此刻来此挑逝 就是为了让南部海域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破坏中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 对此 东盟十国绝不答应 上次在会议上就发出了最强音 南海的稳定应当由周边国家共同维护 不需要美国评投论族 当然美国这样的行为 对于中美双方的关系也是不会有好处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